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上面的内容是讲的比喻 比如说天上有了云有了雾 我们就看不到太阳了 他举了有几个例子 如果云雾不见了 飘了 那就太阳出现了 并不是因为太阳不见了 而是因为有了云雾的关系 不管有云雾或者是没有云雾 太阳永远是在哪儿的 它是形容我们的自信亲近的心 也就是内在的根本的智慧心 它是从来没有被乌云或者是烦恼所障碍过 我前一次举个比喻 我们地球上看到有阴天 看到有雨天 看到有雾 并不是太阳有雾 不是太阳有云 太阳有雨 而是我们地球上地面上 有了水争气的关系 那我们心中的太阳是指的我们的内心的 本来清净的智慧或菩提 也就是跟佛完全相同的佛心 或者是佛性 那佛心或者佛性 它永远没有消失过 这是因为我们众生心中起了烦恼 而把佛性蒙蔽了 因此让自己困扰 让自己痛苦 让自己在生死烦恼之中打滚 而没有办法得到解脱 可是烦恼并不是永远存在的 复兴和复兴呢 是永远不变的 就像天上的太阳永远在 这是雾啊 云呢 雨啊 一消失的时候 太阳本来就在那里 或者云呢 雾啊 雨啊 它是会 由于天气 的变化而出现 也由于天气的变化呢 而消失 那我们 心中的烦恼 痛苦 执着 分泌 这也是由于 这个 自己不明了 才有的 如果了解了以后 把烦恼 还原 也就是把烦恼去除 烦恼消失 那我们就能明清见性 以上是讲到这里 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我是重复的讲了 那我们今天呢 也接下来讲 因为 这是释迦牟尼佛 给烦恼等 听众啊 所做的开示 可是烦恼还是不清楚 还是没有办法明白 虽然佛一次一次的 反复的解释说明 可是烦恼还是不清楚 其实烦恼不清楚 我们所有的反复 听众也是不清楚 因此呢 借着这样的一个因缘呢 佛才有机会啊 一次一次的重复的反复的 所以来啊 给我们开始 使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那现在看这段经文呢 阿南言 我谁是此见性无凡 愿何得知呢 是我真心呢 这是说 沃南听到说 真心呢 是还不掉的 也不需要还的 能够还的就是 虚妄的执着烦恼 封闭性 而真正的真心 它永远在那地方 没有需要说还掉的 也不可以还 也还不掉的 可是呢 烦恼是可以啊 可以去除的 也就是说 当烦恼消失的时候呢 真心就出现了 可是沃南存在 还是不清楚 他说 嗯 他说这个真心呢 没有办法还的 这个地方就是见性 是见到这个能见的功能和被见的福性 是能见的功能被见的福性 它是没有办法不需要这个还掉的 它因为永远在那地方 他说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 那是我的真心呢 因为直接还没有看到嘛 所以不知道怎么样的知道啊 现在我们再往下边看 下边一段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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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穷尽为尘 清净过土 无数不熟 众生动似啊 不过分寸 万难 千无欲如观 四天王所作供殿呢 中见偏懒 水落空行 谁又昏明呢 种种形象 无非虔诚 分别留爱 如云一词呢 分别至他 今无将如 这一见钟 随时啊 我体 随为我相 这是 释迦牟尼佛 继续啊 告诉 我难存在 就是说 指出 我难存在 为什么 不知道真心是什么 看不到真心是什么 原因在哪里 他就做了比喻了 他说 因为啊 你恶难 还没有得到无漏清净的智慧 无漏清净的智慧 是谁能得到呢 清净的无漏的智慧啊 是要到四国乌罗汉 才能够清净乌罗智慧 因为我难存在这个时候 还存在三国 三国的乌罗汉 还没有得到乌罗汉的这个国位啊 所以不见真心 那得到乌罗汉的国位以后呢 就是无漏的智慧出现了 那就是清净的智慧出现了 那就能够见到真心 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无漏的智慧啊 我们通常都会讲 某某人有智慧 某某人没有智慧 有一些人呢 非常聪明 非常伶俐 请问周围 那个算不算智慧 算不算 也可能是智慧了 聪明的人 你本能说他就是没有智慧的 聪明的人 聪明的人 如果他带有啊 自我 傲慢的心 自以为是的心 主观 执着的心 这就不是无漏的智慧 这叫做聪明 聪明的人 有几种形态啊 一种形态呢 聪明在独自里边 不说出话来 不说出话来 有些人说 不肥肥的狗啊 是什么 很会咬人 这咬人的狗呢 会怎么样 不会呱呱呱的叫 对不对 聪明的人 人也是一样 聪明人 有一种聪明人呢 他就是 很容易表现他自己聪明 他在任何场合 他都可能 让你感觉到他聪明 让你认为他聪明 他是表现给你看的 这种聪明 是笨家乎的聪明 他在独自里边 有几根筋呢 全部把它 都给你看 也就是 他的能耐 全部让你知道了 所以这种人呢 很吃亏的 你们说吃亏不吃亏 这种人会吃亏 他这个 就是表现给你看 他聪明 他聪明 这种人呢 我们叫做 帽 是 帽是 帽是鬼 他很聪明 他这个 讲话很快 眼睛很快 还有 这个 牙齿叫什么 灵牙 还有什么 历齿 这个 头脑 这个 灵活 灵牙 历齿 那这种聪明 人家一看就晓得聪明人 那这种聪明人可怕不可怕 不可怕 但是可厌 这种人呢 是不可怕的 但是呢 蛮讨厌的 蛮人家讨厌的 我常常遇到一些人 跟我在一起 这个 他们滔滔不究的 讲不完的话 告诉你这样 告诉你那样 告诉你这样 告诉你那样 他好像是 这个满佛的什么 满佛经论 那表示说他 他懂得很多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他聪明在组织里面 不 不是那么的 这个 那么容易表现 可是呢 他只要 如果当他有机会 突然间讲一句话 或者是 突然间有个错事的时候 让你措手不及 让你呢 一名什么 让你感觉到一名惊人 要就是不讲话 一讲话 就是 与君事作 就能够让人家 有一种震撼力 那这种聪明人 是 是真的聪明的 他是 这个 就是 要就不出机 要出机的时候 一定是准的 百发百重 这种人 是真正的 做大事的人 那么这种聪明人 算不算智慧 通常我们也承认 他是智慧 我们今天的 时代和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基础 非常的 平凡 不管他是哪一届的人 不管是哪一个行业的人 都随时随地呢 都啊 希望啊 能够取得更多的 讯息 对他自己有利 昨天我听到有一位 公大代表告诉我们 说现在 年轻的人呢 大学一比一 就希望找工作 那个工作的条件是什么呢 薪水要好 要高 工作要少 离家 离家要进 这个 有这样子的工作吗 有没有啊 有啊 可能有啊 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什么 薪水要高 工作要少 哦 离家要进 哎 这种人真聪明呢 现在的年轻的人 聪明的很多 这个 你们这一些年纪 稍微大一点的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样 这一点啊 这是我 昨天我才听到了 现在年轻人 聪明到这种程度 这个 那现在我们的老百姓呢 也很聪明 最好 一个星期 工作四天 不要工作五天 现在工作六天太多了 工作四天就够 工作五天 选多 然后呢 薪水 一年最少 哪十六个月 这个十二个月太少了 十二个月 这个太少了 一年四季 每一季要加一个月 这个薪水 我们现在加薪水 一年加最多加一个月 是不是 也有加两个月的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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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有人呢 希望工作一个星期 工作多少时间呢 四天 最好不要五天了 最好四天 然后呢 薪水一年 可以拿十六个月 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 拿至少四万块钱以上 这个 以美金计算 也不算多 因为四万块钱 也不过是 多少钱呢 不到四千 四万块钱以上 不算多 也这个薪水不算高嘛 这我们台湾的这些人 真厉害啊 这个 这是希望这样子 这个钱从哪里来 工作要少 钱要多 生活的要好 这个钱从哪里来 好像天上 就会掉钱下来 掉钱下来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这个聪明 最终叫做聪明人 是不是有智慧的人呢 我想有问题啊 真正的叫做 无路的智慧是什么呢 无路的智慧啊 是 超过一 主观的 那么中国人 我们通常的人 讲要客观化 你要客观 任何人希望 最好 不要用主观的 来判断 要用客观 来处理事情 这个话也是对的 其实 一般的人 数位讲的客观 请问 这是真的客观 还是怎么 是相对的主观啊 相对的主观 还不是可观 是 以你的立场 觉得是可观 以你的判断 觉得是可观 另外一个人的判断 另外一个立场 觉得 你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 在 也不是真正的可观 真正的叫做 无路的智慧呢 是要 既不是 路于主观 也不是啊 一定可观 而是呢 事事求是 超有以可观 和主观 但是呢 还是 要清清楚楚的 他是什么 就是什么 他要 应该要的是什么 就给他的是什么 反应 那就是啊 无路的 清净的智慧 所以 诸位一定听过金刚经讲的 说无我相 还有什么相 无人相 还有什么 无众生相 还有什么 无寿宰相 没有 没有 事相 之后 你才是真正的 呀 可观 真正的是 可观吗 不是可观 超有以什么 可观 以主观 那是真正的 无路的智慧 那叫清净的 那是什么人 才能得到这个 智慧呢 就成了乌鲁汉以后的人 没有正道 乌鲁汉 没有办法得到 清净的 无路的智慧 我们现在讲 一个是叫清净的 一个是叫无路的 它还有层次 我们的无路制 从出国的时候 也就是呢 最初啊 见到这个复兴 或者出 最初啊 能够体会到 因缘所生法 一切就是空 就是五云 本空 四大 无我 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能够相信 体会到 你一念之间体会到 两念之间体会到 你也算是无路会 得到了 因此呢 无路会啊 不一定是 已经得解脱 得发言 就得 无路 的智慧 可是 是不是已经 从此以后啊 永远是无路 永远在无路的状态呢 不一定 因此呢 还不完全叫做清净的无路智慧 要到了 成了无路会以后 从此不再有烦恼 从此不再有啊 自我中心的所谓 主观也客观的这种啊 自我心的时候 这个叫清净的无路智慧 无路的清净的智慧 呃 但是 呃 我们只能够 讲 只能够说 没办法体会 因为没有真 无路还国 就没办法体会 其实乌兰尊在 在 听 《能言经》的时候 已经听过 释迦文艺佛讲过 因缘 这个道理 已经讲过 知道讲了空的道理 都知道了 他 他而且是竞争了三国的人 但是呢 他还没有得到四国 下边呢 我们再看了 出禅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禅定 跟神通呢 有相应的地方 神通 神通 和禅定 和解脱 这个 这个 相关的是什么 有相关 有不相关 出禅 是什么境界呢 是当 我们修行禅定 出入禅定 叫出禅 禅定 一共有分为四禅八定 世界有四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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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相定 这个四空定 叫做四禅 四空定 那五世界的四个定 加上了世界的四种禅定 那叫做四禅 又叫做八定 但是我们这边讲的出禅 是世界的 这个第一个次地 叫出禅 这个地方呢 它主要的是讲的什么 这出禅 也能得神通 进出禅 进出禅的人 不一定有神通 但是 进入出禅以后 可能有神通 但是神通的 能力 一定是有限 这出禅 这出禅能够修到神通的能力 一定有它的限度 这个神通的 这个能力的程度呢 出禅跟沃罗汉呢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再讲一次 出禅乃至于到沃罗汉 不一定有神通 但是有神通的话 出禅的神通 二禅的 三禅的 四禅的 那些到沃罗汉的神通 是不一样的 这个能力不一样 那么大菩萨的神通 和佛的神通 是不是一样呢 也不一样 那沃罗汉的神通 跟大菩萨的神通 是不是一样呢 也不一样 那这个地方是 这个 释迦牟尼佛 帮助 沃南尊者 给他 得到出禅的神通 他这个地方就是 成佛神力 建于出禅 也就是 沃南尊者呢 如果不是啊 佛帮他的忙 他虽然呢 已经正在沃罗汉国 第三国 他不一定有神通 他没有神通 但是呢 因为佛 释迦牟尼 帮他的忙了 所以呢 他得到了 出禅的神通 这一点 可以听懂吗 现在我要 往上解释 大家对神通 一定有兴趣吗 有了神通以后呢 可以放光 还有可以什么 还有化身 还有本尊 这个 还有什么 能够变有变无 这是非常有趣味的事 不过 现在这个地方呢 释迦牟尼佛 在仁延经的这一段 所讲的神通 是指的天眼通 是指的天眼通 没有讲其他的 不过能够有天眼通也不错吧 天眼通的情况呢 出禅的天眼通 他能够见到什么 多大的一个范围 能够见到 一千个日入所造 所灵的小千世界 我们知道 我们的娑婆世界 一个娑婆世界 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各位听过没有 我们的娑婆世界 就是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为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 一千个日入所灵造的一千个虚明山的系统 这个叫做小千世界 我刚才再讲一次 一个日入所扰的虚明山的范围 叫做一个小世界 一千个小世界 叫做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 叫做什么 什么 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叫做什么 叫大千世界 那因此呢 千千千千千成三次 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有多少小世界 可以乘一乘可能 你们懂 数学很好的人 可以乘一乘 他有多少 多少小世界 那我们 一个日入所找的 就是我们这个地球 扰的太阳系 我们相信 大概是这么一个太阳系的系统 就是一个恒星的系统 是一个小世界 是这样子 那一千个恒星系统 叫做什么 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 叫做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叫做什么 那千世界 现在 朱禅的天眼 能够见到 就是一个小千世界的范围 这也不简单 这也不简单 我们 现在有一些人 有一些神通 怎能够看到什么 台湾 在台湾可以看到台湾 美国就看不到 或者在地球上 怎能看到地球上 地球以外就看不到 这个神通就很小很小 我是没有神通 我曾经遇到一位神通的人 他就看 看到这个人 说你前身是什么什么 看到那个人 你前身做什么做什么 看得好清楚 然后呢 就是看到我了 看不来看不去 眼睛闭起来再来看 这个奇怪了 他说你从哪里来的 那又问我从哪里来的 我说我不知道 这奇怪 这找不到你从哪里来的 我说 我是圣悟空 从石头里冒出来的 大概是 那就是说 我可能 可能 可能那一个有神通的人 这个神通力好小 只能看到一点点的时间 的范围 那可能我从另外一个小世界来的 在这个小世界找不到我 在另外一个小世界 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我可能还是在三千大千世界里来的 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来的 因为我跟释迦牟尼佛有缘 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 什么教主 是说服世界的教主 请问周围 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化身了 还是本尊 释迦牟尼佛是化身 再告诉你们 释迦牟尼佛是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所以化现在我们地球上的一个 一个叫做千百亿 什么化身释迦牟尼佛 因此呢 有一些有神通 有天眼的人呢 只能够看到一点点范围 他连这个粗产的神通都没得到 那是非常可怜的 当然更不用说 他们没有得到啊 五六千金的智慧了 那下面讲 而阿尼佛尼 见颜佛提 如关掌中 安慕洛国 阿尼佛尼啊 是弗里大帝子之一 十大帝子之一 阿尼佛尼已经是在乌鲁汉国的 他是四国的圣人 他是天眼 在十大帝子之中是天眼第一 我要把阿尼佛尼的那个故事 简介讲一下 这个阿尼佛尼啊 在修行的时候非常的用功 日积也的用功 最后眼睛瞎了 释迦牟尼佛啊 很可怜他 那就告诉他一个修行的方法 能够修成了天眼 虽然没有肉眼呢 他还有天眼 因此 他不仅仅是跟我们平常有眼睛的人呢 一样的 能够 对于这个处处的环境啊清清楚楚 而且呢 能够啊 看三千大千世界 一个乌鲁汉得到的天眼 能够看多少 看三千大千世界的范围 所以 所以他讲 这个世界 看我们地球世界 他就整整个的地球世界 他看到的时候 就好像他我们手上拿了一个水果一样 这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那么清楚啊 这些有神通的人呢 他也不能够随便地告诉你 他看到了他也不能讲 这也不是说天机不可惜露 而是说因果报应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因缘是这样就是这样 用人的力量来处理 不要用神的力量来处理 这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关系啊 还是由人来处理 不要用神力来处理 神力啊神通啊是有的 但是呢你那么的呀 依赖神通 和两章啊神力来处理问题的话 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所以佛法呢是要将因果的 因此呢 用神通可以看到 看到你也不能够做什么 在过去有一位祖师啊 他知道他自己欠人家一条命 他是印度人 他是西洋人 他欠一条命欠在哪里呢 他在广州 欠人家一条命 他就是千里迢迢的 从西叶到了广州 他未来就是准备出什么的 就是给还一条命令 老早就知道 他有神通啊 他老早就知道 他应该死在那里 应该是怎么死的 他就是千里迢迢 那个应该不是千里迢迢 应该是万里迢迢的 从西叶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以后呢 就遇难了 遇难的时候 他说我就是准备了你 你来就是还你一个条命的 这个就这样子就死在广州 这也是 已经有了神通的人 他是他没有想办法说 好啊有了神通了 我先把你杀掉 你下一次你就把 你就没有机会杀我了吧 那更糟糕 你欠他两次命了 这个 那你一命还一命呢 你牵一条命还一条命吧 还了以后这个就没有事了 这是一个故事的 在高僧传里面的一个故事 那我们现在在看呢 这个神通的眼睛 那就是天眼呢 嗯 我们这个 有界的 天呢 有好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叫做四望天 第二个层次 叫做什么 逃离天 第三个层次叫什么 是不是都说天呢 是不是这样子啊 四望天 逃离天 都说天 厌慕天 呃 华乐天 他话自在天 一共有六个天啊 那 一层一层的天呢 它们的天眼的功能 的效果和范围 一个比一个 一层比一层的高 那四望天的天王呢 呃 能够 四望天的天王 只能看到他自己统治的那一周 比如说南战部周 是 哪个天王 我们听说 是多问天王 是什么天王啊 有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 各观一个周 所以眼睛只能看到他这个周 第四天呢 就是住在西米山典上的 那住在 陶离天呢 就是地尺 一个大千世界的 整个大千世界的范围他看到 但是呢 很细腻的 一样一样的 这个 差别像他看不到了 正在沃罗汉国以后呢 能够看到三千 这个大千世界的 也就是大千世界 一个大千世界啊 一个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 那种相和鼻像 那种相就是整体 鼻像呢 就是很细腻的 每一样他都看到了 清清楚楚 其实我们 抓一块泥巴 我们就看到一块泥巴 看到一块泥巴的种相 鼻像看不到 所以鼻像呢 这个泥巴里面的组织啊 成分啊 泥巴里面有没有小动物啊 就是看不知道 那如果既看种相 看泥巴 也能看到鼻像 泥巴里面的 各种各样的成分 各种各样的众生 各种各样的情况 那可能就 用纤维镜去找 用纤维镜去分析 才能知道 可是真的沃罗汉国呢 就大的 整体他能看到 小的就好像是纤维镜 一样的 那个被 被他看到 那么的细腻 样样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说是 诸菩萨能看多少呢 看到百千界 这个一百个大千世界 就是百千界 诸菩萨 那是什么菩萨 是八地以上的大菩萨 能看到这个百千世界 这个百千的意思 一百个什么大千世界 这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大了 附近里头并没有说明 那我的解释呢 可能是一个像一个银河系 一个天体 一个天体 算是一个大千世界 可能 那看到一百个大千世界 那它的范围相当大 现在我们的望远镜 不容易看得到 不容易看到 望远镜 连我们的银河系 都弄不清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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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美国 有个太空船 跑那个上面 装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照相机 哈布 那 他们有看到的 也是非常有限的 看到很有限很有限 那 太阳系 都看不完 要看到整个的银河系 真是没有这个可能 那 能够看到整个的百千世界的总像 别像 这不简单 那个如来的话呢 能看多少呢 如来 也就是诸佛如来的神通 能够看 穷尽 为称 清净 过土 我数不足 那就是诸佛如来 对 的天 如来的这个 叫三明六通 啊 那个天眼通 不叫天眼通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天眼通 不叫天眼通 叫什么 天眼明 三明啊 这个 到了佛的时候 就是三明六通 正到俄罗汉国 也可以叫三明六通啊 那大致上 最好是 一道成佛以后 那么成为三明六通 那天眼 叫天眼明 为什么叫做明呢 他无数不照 无数不见 嗯 嗯 无数不能 嗯 嗯 但是呢 他不一定要用的 嗯 世方的 所有一切如来 能够看到 一起围 像围成 那么多的 嗯 复古镜头 全部都看到 那些 所有一切世界呢 都看到 那所有一切 维成树的 佛国净土的意思啊 像阿弥陀佛的世界 是叫极乐世界 而释迦牟尼佛的世界 叫什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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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苏婆世界嘛 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在哪里 在苏婆世界啊 我们人 凡是看到的 苏婆世界是 嗯 是苦恼的世界 可是 释迦牟尼佛 自己的 世界啊 没有离开 出过世界 还是 他的 佛国净土 所以 在法华经里面 就讲到 说我 藏在 林山 那 那 池土啊 永远呢 不会消灭的 虽然呢 凡夫众生 看到这个世界 已经毁灭了 已经 被这个大火说烧烧烧烧 已经烧到变成灰烬了 而 佛的 林山 净土 永远 在那里 那 表示说 佛国净土 这是将文艺佛来讲 是永远存在的 在那里 在苏婆世界的范围里 对 那 有多分说佛世界 像这么大的地方 像围城 那么多的 佛国净土 由佛的眼光来 这个 这个神通来看 是全部看到的 这个是 这个 解释了 这个神通 什么神通 天眼通 下面 准备看到 众生 动世啊 不过分寸 突然间一下子啊 用凡复众生 来 衡量 或者是来比喻 举手这样的例子 凡复所见到的 实在是太短了 所以凡复众生动世 动世的意思 就是非常清楚的 了解 明白 看清楚 这能够看到一分寸 这么大小的地方 这个话是对的 我不知道 你们注意之中 有谁能够啊 看书是一抹是寒的 一眼睛一瞄啊 是寒 全部都已经毁了 有这样子的人吗 有的人 是一抹是寒 这是形容过分的 其实 不是一抹能够看四行 而他的速度快 而每一行呢 他描过去的时候 他的内容啊 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速度很快 而并不是说 同时一个眼睛就看四行 全部看 就一抹四行 他速度快 而并不是呢 真正的 同时在 一刹那子中啊 四行的内容 全部看到了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所以是我们的眼睛的焦点呢 要看一样东西 俱进回神的看一样东西 那个焦点 对阵的某一点上 这是非常少的范围 能看的 能见度 是很近的 范围是很小的 如果跟这个初禅所见到的 也是一个小千世界啊 那没办法比 为什么这样子 说呢 就是说渥兰啊 你现在是精进的出产 你所能够见到的 是因为是佛给你的力量 而看到一个小千世界的范围 但其他的你看不到 好 那么下边讲啊 温兰 却无一如 观四天王蜀族的宫殿 我 和你 来观察 看 这个 四天王所住的宫殿 我们刚才讲过了 四天王是 住在虚密山的 这三腰 他一个天王管一个州 西密山的四个州呢 有四大部州 那每一个天王管一个州 他们自己有一个宫殿 也认为有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东西 也都是幻境幻淫 他是这个指出 你现在我们看到的任何景象 都是一样 那下面就讲了 你应该与这一些呢 分辟至他 我今天呢 让你啊 在 看到四天王宫殿的这种景象呢 之中呢 来 做一些选择 做一些呢 分析 你就会知道 哪一个是你自己的本身 哪一个不是你本身 而是你本身以外的窝像 这个是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内容 现在我们抛开经文 不要管他 现在我们 请问大家啊 我们今天农山市的这个店 你们所谓 眼睛看到的 有人 有物 也有摄影机 也有人走来走去 你们心中 说起的反应 是什么 注意的反应呢 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 有的人眼睛中是看到我的 没有注意那个摄影机在摄影 而我们摄影机那个摄影师啊 专门看了他那个 这个镜头下面里面的东西 他是 他没有想到我这个人 一定是没有想到我这个人在这里 他在看了这个地方 把他摄影下来 摄影下来 但我讲了什么 大概他不一定听到 实际上 他们说 你们诸位呢 你们看我这个人 聚精会神的看我这个人 头脑里去想的 你不是老是看我这个人 来判断我这个人 好人坏人 这是老的少的 你都没有注意这些 你只是聚精会神的听 我嘴巴結朗拉的 讲讲些什么 好想听懂 又好想听不懂 就你讲什么啊 有点道理 还是不清楚 那么你们心中流向的影响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究竟是 是我这个人呢 还是我们大店呢 还是你自己 我现在告诉你们自己 告诉诸位 诸位菩萨 你们在头脑里边留下来的影像景象 都是你主观的 不是客观的东西 当时没有客观的影像景象 你头脑里也不会出现 有你自己的看法或影像 这是因为 由大殿上的人 或大殿上正在讲经的这招事 而你在这个地方听 这个你和我们整体结合为一 结合为一究竟是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大家是共同成为一个呢 不是 你是你 他是他 你头脑里得到的影像 他头脑里得到的影像 是不是相同 相不相同 不相同 焦点不相同 注意力不相同 得到的反应影像不相同 这个 那就要问哪一个是你自己 你得到的影像是哪一个是你自己 哪一个呢 是客观的 我们叫做六成 六成是什么意思 摄 摄 生 虾 胃 初 法 六成 那哪一个是所以六成 哪一个是所以自己 这很难 很难分别 你自己是你自己因为从六成得到的讯息 而反映出你自己的判断或你自己的反应 那这个是相互的作用 这是因缘所生法 这中间有没有一定的是你在里头或我在里头 没有 所以单独的存在是不存在的 单独的有一样东西存在是没有的 而这是因为因缘合合而存在的 有这样的现象 这讲的太玄吧 太玄 这个可能大家不懂 没有关系 我在解释作为听一下 我在台东 有几位巨师迎接我 那那几个巨师从来没有这么激进的 跟我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坐了电梯 电梯又很小 只能够装个五六个人 然而还费得几进 起在一起不可 其中有一位巨师 好好的 好仔细的 就看见到师父的真面目了 看完了以后 他有个感想 马上就告诉我 师父啊 你比我在电视上 杂志上 照片上 和远远的看到的师父 不一样 我说怎么样不一样啊 嗯 照片上看得凶凶的 嗯 在电视上看得老老的 嗯 在电视上看到的 好像啊 胖一点 现在又瘦一点 嗯 他这个 给我这个平头平脚的 讲完了 这个电梯也到了 快要下电梯 我问他 我说你究竟 要讲什么 哎 他说印象之中的师父 好像不是这个样 我说那 这个 这个是本尊 你看到的那个是分身 然后我再补充一句 我说都是幻影幻觉 你现在因为跟我激进太很近 你感受上不一样 你过去站的没有跟我这么近 所以你远远的看呢 又是什么长得胖一点呢 又是什么老一点呢 又是什么还有什么凶一点呢 现在因为距离近 你这感受上不一样 你这感受上不一样 其实我告诉你 老了就是老了 我 人前人后都是这个样的 我不会因为人前呢 嘿嘿嘿 装一个样子 人后呢 哼哼哼 我不会的 我总都是这个样 我没有变啊 这是你自己在心中呢 因为你给我的基础啊 这一个是具体的关系 一个呢 你自己想象中的一个师父 所以是不一样 那我现在请问 请问诸位哈 那一个菩萨讲这个话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所看到的师父 哪一个是真正的师父 被他看到了的 这两边 这两个问题啊 哪一个是真正的他所看到的师父了 哪一个是真正的师父 被他所看到的 这两个问题 请问诸位是哪一个 哪一个 现在就回来看一看 谁是我提 谁是无限 这个 就是问了这个问题啊 随时无提 就是 随时我提 就是 他 看我的时候 在平常看的 或在电梯上看的 他这个心态 都是一种分辨性 都是从一种 自觉的感官 而受得到的影响 并不是啊 无漏的智慧 清净无漏的智慧 不是 不是从清净的无漏的智慧 来看 如果以清净的无漏的智慧 来看我 远远的看 也是这样 他就想到 这就是师父 静看 这就是师父 这个 背面看 这就是师父 撑面看 这就是师父 这就是说 不同的时候看到的 这个就不同的师父 就是 这个就是师父 就这样子 他可以说 这个 影像可以不同 但是呢 他不需要 这个再来 这个 比一比啊 前后比一比 不需要 但是当下 这到底是什么 就是什么 那 那才是 这个无漏的 清净的 假如说 有一个 我 喜欢 不喜欢 感觉上 舒服 不舒服 愉快 不愉快 有这种 分辟性出现 那就不是我体了 就是不是我的 根本的我 在看 而是一种什么 妄想 是一种 妄想 是一种 一种妄念 的我 在看 那算不算 我的体呢 不是 这地方讲的 我的体 一定是 无漏的清净智慧 才是我体 也就是真正的 见 所见的性 能见的性 所见的性 能见的心 所见的性 能见的等心 清净心 所见的空性 福性 那就是体 而谁为无相 那 现在 请问主位 我这个人 你们去年看到的 或现在看到的 大概不大一样 不一定是我的衣服 穿的不一样 我可能去年的衣服 我今年还在穿 但是去年我的头发 可能没这么摆得多 去年的 我的眼角啊 这个余围 可能还没这么多 去年的 我这个眼袋啊 还没有这么 那么宽 那么厚 这一天一天的 都不一样 那 每一秒钟 都是不一样 每一秒钟的不一样 这是正常的现象 就是 成住坏空 就这样子的 生劳病死 就这样子的 你不要说 不需要说 哎 师父啊 你健康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我看到的 就是那个师父 我很喜欢 或者是呢 哇师父 你现在姥姥好慈悲啊 又来又慈悲啊 我好喜欢 这没有道理 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嘛 你这个随时随地 看到的 我在变 我在变 你也在变嘛 这个 没有一定的 不变的 一个 什么 师父在那里 不变的师父 只有一个 是什么 师父讲的佛法 是讲的 因果法不变的 因缘法不变的 师父也讲 慈悲 大家要慈悲 不变的 大家要讲 智慧不变的 但是呢 所有一起的 思设 一起的现象 一起的我想 全部都在变的 那变的究竟是 哪个才是 真的师父呢 请问诸位 哪个才是 真的师父 哪一个 有没有 有没有一个 真的师父 有没有啊 这么说哑巴 那你们不讲 我就不下台 一直坐下来 先问你们自己嘛 你们十八岁的时候 现在这个 已经二十岁了 哪个是你自己啊 多事 你三岁 一岁 刚刚出生 一直到现在 头发白了 牙齿掉了 是哪个是你自己啊 多事 也 多 多什么 也多不是 世纪是空 这样子可以听懂了吗 也 多事 也多 不是 多事是 占有的事 多不是呢 就变化 永远的在变化 所以是 不是 因此呢 他随为我想 就是看 他看的是宫殿的现象嘛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 我们的人的现象 任何一样东西 你看到的 我看到的 同样的东西 反应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东西 在不同的时间去看它 你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 同样的东西 百上一百年 你说还是同样的东西吗 一百年以前是新货 一百年以后 它是什么 古董 你不要叫他老货 同样的东西 其实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就是 不一样的 你说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都是假的 也都是真的 这是 那 你执着它 你就变成烦恼 不执着它 你就是智慧 引起你烦恼的 就不是无漏的智慧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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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你生气智慧的 你就 这个叫不思 就是不思烦恼 讲到这里呢 这段经文是很难讲的 这些比喻 大概听懂了 我在电梯上 遇到的那个故事 主委还记得吗 记得哈 等我瞧辫子以后 你们再看看我 师父 你去不一样人了 这个 人家替我照相啊 在同时 两个人照的相 在同一个地方 照的相 两张相片 是相同 还是不相同 为什么 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 都是真的 都是假的 蛮聪明的 这是有漏智慧 还是无漏智慧